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和我常温 这是我们的Stanley 今天这一集啊 就是万众期待 很多人敲碗的一集好吗 很多人 大概五到七人这样子 也没有很多啦 这一集就是我们的破万QA 那就是有看之前影片的朋友大概知道 就是因为本频道最近那个订阅人数破万了 然后为了庆祝这个小小的里程碑呢 我们特地就是开辟了一个这个QA的机会 来跟大家互动一下 有陆陆续续有一些零星的小猫两三只 有就是留言问我们一些问题 然后我也收集了一些就是以前影片下面有些人留言的问题 然后就要在这一集一帮大家解答 好啦 开始回答 好 第一题就是最常最常有人问的一题就是那个 我用什么器材拍影片 然后用什么软体剪辑影片 那器材的部分 我很简单就是一支iPhone 12 没有Pro 其实前一到五集吧 我换过很多器材 我有用过就是三星的手机 有用过Sony的相机还有Canon的相机 然后用完用去就是 iPhone最好用 iPhone最好用 然后出去携带也方便 我没有另外麦克风 所以我常被大家抱怨就是收音很差 只是要考虑那个别那个对不对 麦克风吗 收音 等于我还没有做功课 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的那个收音器材呢 也欢迎推荐给我 然后剪辑影片软体呢 我用的是Final Cut Pro 这个就有Pro 对 这个就有Pro 然后就蛮好用的啊 我没有特别去上什么课 但是就是我小时候 学生时期有玩过那个什么威力大导演 iMovie 所以对剪片呢有一些逻辑 现在要开频道以后 用这个Final Cut Pro 就是上YouTube找一些教学影片 然后就是把一步一步学起来 就是边做边学 反正你遇到一个问题 你上网找一个影片 然后学一次操作一次 你下一次就记得了这样子 好下一题 1集86问 这一开始学德文的契机是什么 然后期待你继续分享德国的生活 学德文的契机就是 我们要搬来德国住了 嗯 没有别的契机 在这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要学德文 我现在还没找到记得 哈哈哈 对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下一题是 应该是Tina 想知道德文还有继续努力吗 加油 没有 哈哈哈 哈哈哈 自从上次被指派没考过以后 完全完全荒废德文 就是碰都不想碰 但是最近有开始觉得 是该回归 要开始念了 对 好 敬请期待 然后 我刚刚最近 反而他有在上德文课 很很出街啦 慢慢来 有进步 有进步 有些公司会提供免费的德文课 给员工嘛 嗯 不上白不上就开始上了 对 然后他最近德文 就是有进步也 就是自尊心也 也来了 我们上次去一个那个 卖场 然后通常就是 他有问题我都会帮他跟那个店员 就是帮他翻译这样子 然后那天就是 店员回答完 然后我要翻译给他听的时候呢 他就 还跟我说 不用翻译我知道 我听得懂 我听得懂 就 很有自尊心喔 我不想在店员面前 那个 看到被翻译的那种 不用翻译我听得懂 那样子 我想说哎呀 这小子德文课上了几个月 现在 不想被翻译了呢 这一题是娃娃共 如何兼顾小孩也 边拍片发片 觉得好厉害 现在就是 小孩大了 有去幼稚园也去学校 那大概就是 9点到下午4点的中间 这段时间 我就可以拿来就是 拍片跟剪片 那如果是全家出去旅游 这样子就 边玩边拍这样子 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好 下一题 想知道你怎么样培养美感 嗯 感觉剪影片穿搭 哦 装潢都很有质感 嗯 我想这题应该是问我的吧 哈哈哈 他有问说 呃 感觉剪影片穿搭 装潢 和老公都很有思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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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哦 我觉得 就是我也出过很多错啊 我以前 现在看一些小时候的照片 都会觉得 那个穿搭真的很有事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打扮 那个妆容很有事 然后小时候也 买过很丑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随着 年纪 历练 慢慢的品位 会提升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美感还好啦 谢谢你的夸奖 我也觉得我老公还好啊 哈哈哈 好啊 下一题 好 韦韦是二十几岁吗 为什么保养那么好 也很好奇 两位的学历 谈吐 逻辑思辨 都很清晰好喜欢 嗯 有点隐私 不知道会不会冒犯 会 下一题 哈哈哈 哈哈哈 年纪其实 两三个人问啊 我这样说好了啊 嗯 我们都是 七年级中间左右 差不多吧 你算中间吗 学历 学历 学历不重要 学历越来越不重要 这时间 嗯 好 下一题 我 我有念的障碍 他 对 他有阅读障碍 他不管什么语言 他都有阅读障碍 我来念 下一题是 命 他问的 他说很早就开始订阅 刚开始看就觉得 哇 好正 应该在说我吧 讲话好好听 想问是怎么保养的 保养哦 屁 屁 屁啦 我最近 最常用的一罐 就叫做 CeraV 擦身体的乳液 但是我就连脸 身体全部都擦 我们 全家都在擦这一罐 因为被我干染的 蛮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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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洗完脸 化妆水什么都没有擦 就那一罐那个乳霜 就是擦脸擦全身 然后 对啊差不多是这样子 好 下一题 啊多喝水 多喝水 一定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喝一杯 那个柠檬水 德国教育体系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 或是真的觉得差非常多感到惊讶的部分 最喜欢德国哪个城市呢 有没有私心推荐的深度旅游区域 不放心吗 就是教的很慢啊 完全都没有功课 就奇怪 你们怎么每次问小孩子 就今天学校在干嘛 都在玩 有没有功课 没有 然后想说这样能学到东西吗 会不会有竞争力 我记得前几年刚好 儿子也去国小已经三个月了嘛 就问他 你学校有没有在考试啊 然后他一回我 考试是什么 然后我就知道答理 然后老师也说 不要帮小孩检查作业 也不要帮他更正 他说因为你在家帮孩子更正 我们老师就少一次可以 就是教你小孩的机会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 嗯 不同的思维 对 那 毕竟我们小孩才刚入小学 太久 所以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对 如果有新的心得的话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但我就觉得 课业压力比较 没有那么重 然后很注重社交 那最喜欢德国哪个城市呢 哦 柏林啊 真的 因为我们上次有去慕尼黑玩 然后就有一种 好漂亮哦 但我还是喜欢柏林 的感觉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对啊 我觉得我们 可能一定会回答是柏林 嗯 但柏林绝对不是一个最 漂亮 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德国的一个城市 但也可能是样本数不多 因为我们德国去了城市也不多啊 就什么慕尼黑而已嘛 还有哪里 所以我去过蛮多的 还有汉堡 所以我去过蛮多的 汉堡 法蘭克福 海德堡 柯隆 一些我都去过啊 那些大的 你啦 没有带我去 对 我其实反而是我第一次来 嗯 德国的时候 我去的这些大城市 我第一时间 我没有那么喜欢柏林 嗯哼 我那时候还蛮喜欢秘密的 OK 但是我觉得柏林是一个很 你要待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酷的城市 嗯 很多元 很自由 包容性很足 大概是这样 还有吗 嗯 有没有推荐深度旅游的地区 哦 国王湖那里啊 我很喜欢那边 对 所以 比较自然风光的话 就是靠南边 V品趣问 恭喜哦 你拍的很好 节奏画面质感都很棒 新房子什么时候开箱 柏林房价美瓶大概多少呢 买的话美瓶真的也是看区啦 就像你台北也有信义区 北投区 每一区的房价也不太一样 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柏林大概 每平 每平方米四十 呃四 怎么算 每平方米是 四千到一万五都有吧 欧元 抓一个平均来讲 抓七千好了 嗯 大概就会落在 台湾的每平是 七八十万 对 然后新房子什么时候开箱呢 新房子还在盖 现在还是一个工地 大概两年后吧 嗯 嗯 两年后开箱 好下一题 是 Joyce Lowe 想问美腻的薇薇跟随老公到新加坡 然后现在是德国定居 觉得放弃了什么 跟获得了什么 好抽象的问题 哈哈 哈哈 因为之后也会踏上一样的旅程 现在是 期待也是害怕的心情 谢谢 OK 放弃的话 一定就是放弃就是美食 以食物来说 德国真的是 柏林有在进步 越来越多亚洲餐厅 然后珍珠奶茶店也越来越多 但是 道地的话也是在亚洲 我觉得放弃最多就是美食 然后当然还是舒适圈啊 你来到一个新环境 你就是要重新建立你的社交圈 重新交朋友 然后什么很多程序都要重新学习 嗯 对 然后获得了什么 就是获得了新的 新的社交圈 然后新的语言学习的动机 还有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啊 对啊 还有视野吧 嗯 很多事情看事情的角度变了 Jourish1021 恭喜 平常周间自己煮饭是以德国料理 还是台湾料理为主 哪首料理是什么 在柏林喜欢逛哪家超市 为什么 嗯 一半一半 但我不是说西市跟台市一半一半 但应该不是德市 我们这种就是烤箱料理 然后pasta 就是我们西市的料理大概是这样 马铃薯之类的 但是它不一定就是德市 德市 你只要买一个硬的面包就德市了 哇 那就是 台湾料理就很常 就是一些家常菜啊 炒高丽菜啊 牛肉面啊 牛肉面啊 我煮的很好吃 然后咖喱饭啊 很常煮咖喱 咖喱也不算是台湾料理 鸡汤啊 很常煮鸡汤 炒饭啊 炒饭炒面 有啊 就是那些嘛 就是对啊 就是一些家常料理 没有什么大菜 然后喜欢逛哪家超市 我很喜欢逛Kaufland跟Heather 然后为什么喜欢逛Kaufland很大 东西应有尽有 有价格 蛮实在的 对 Heather就是 感觉比较有质感 很漂亮 很漂亮 大概是这样 恋爱故事 这个很多人还问 这个 简单讲就是我们在 跨年的聚会认识 对 第一天就过夜了 就跨年啊 就一起过了一夜这样子 对 有中间的朋友介绍 我们两个好像单身 但其他人都是一对一对这样子 对 去吃羊肉汝 然后那一天是跨年夜 对 一起去看101的烟火 然后他坐我的不机车嘛 蛮冷的那天超级冷的 然后他硬要把他的手套借我戴 对 这样子 有 你硬要借我戴你的手套 初次见面印象就蛮好的 就还蛮喜欢对方的感觉 你喜欢我吧 有到对方吗 没有印象就还不错啦 我就回去他就加我脸书好友 然后第一次就是先约我去看电影 看电影前来去吃了一个什么炸猪排饭 圣博店吧 对 还是什么杏子猪排 啊杏子猪排 对啊是杏子猪排 是杏子猪排 不是圣博店 杏子猪排也是好吃 然后 对 总之呢 重点就在于 他2月14号跟我告白 问我要不要当他女朋友 然后那天 哦 很浪漫哦 大概是我们认识7年吗 我们认识多久了 2010年了吧 OK认识10年以来最浪漫的一天 就在那一天 哪有 他先带我去吃日本料理 他还带我去餐厅门口看 那边有个那个叫什么水族箱 有一个很大的蛤蜊 结果咧 蛤蜊就看看而已 晚餐也没吃到那只蛤蜊啊 你看 所以带你去葡萄牙吃超多蛤蜊 然后吃完以后我们还去什么 然后他就送我一个皮夹 就感觉这些铺陈都应该要告白 都一直没有要告白 然后就开车 在我回家的路上 已经待五分钟快要到家了 他来问我说 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马上秒答应 哪有 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没有 我想三秒好不好 因为其实在2月14号 那其实往前推达一个月 可能1月14都已经早就可以了 我就故意在2月14告白 这样比较省事 你知道吗 今年做 真的你知道 勤俭持家 就想要省一个礼物 我是一个非常 就在那个情人节那天告白 现在就可以省下一个礼物 我跟你讲 结婚或以后那个全部的礼物都省了 都没有再送礼物 讲不出啊 好 下一题 感觉你们夫妻俩脾气很好 又兼具幽默风趣 请问日常生活中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呢 还是你们根本不吵架 嗯 哪有趣的问题 当然会吵架啊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算是 好听一点叫互补 就是 两个其实差异非常的大 嗯 嗯 南沿北车 对 我是很实际很现实 特别是工程师很多很逻辑思考的事情 嗯 然后她是感性浪漫 然后我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理科太太访问那个 谢宁萱那一集 我就是谢宁萱她就是理科太太 我们的差距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刚结婚的时候 吵蛮多架的 就是 就是新婚的时候 摩了时期就是 因为就不像在谈恋爱 就是第一次就真的住在一起 然后才发现 生活上有很多差距这样子 真的是蛮 南渊北车的 我们个性真的是 对完全相反 完全 完全不太一样 为什么是吵架 有三个阶段 我觉得有三个阶段 很容易吵架 一个是 如果都没有同居过 那刚住在一起 一定 生活习惯不同 会有摩擦 对 那第二个就是 小孩出来后 两个人刚当新手 父母 常常很疲惫 然后 有些观念 有些不同 那也是需要磨合 嗯 那最后一个 会吵架的时候 大概就是 洗碗机坏掉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 最近很生气的事 就是 我开了冰箱 然后发现呢 他把一瓶滚烫的 那个热水 他想要把它变凉 他直接把一瓶 那个滚烫的热水 放在冰箱 而且还放在鲜奶的旁边 然后我就超生气的 因为我一摸 那个鲜奶都是温的 然后而且我已经跟他 讲过很多次 就是你热的东西 就是要就是 就是凉了以后才可以放冰箱 没有 我本来就知道 但你还是想放 反正我不会先乱 你看 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好大概是这样 就生活习惯啊 但是 吵架算 两三个小时内都会 都会和好 不太一样 是我是属于 吵架后会一直想讲话 嗯 想要沟通的 嗯 那一开始他是比较 就是一手了之这一种 哦 我是对 我是就不想讲话的那种 我们刚结婚了 还有蛮有趣的事 就是 我们吵架了 但是对我而言 我的思考就是 吵架是吵架嘛 时间到了要吃饭嘛 他气头上不想吃嘛 他就是还装没事 所以来吃饭了 我想说老娘气成这样 你现在想要跟我一起吃午餐 门都没有 老娘要出去自己在餐厅吃这样子 我就夺门而出手了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太多故事了 但是现在有了小孩以后 就不能这样子 哈哈哈哈 已经很久没有那个夺门而出了 好下一题 嗯 然后下一题 这个是一 一直都有follow你的youtubechannel 加油 谢谢 希望可以分享一下题目 一 为什么会选择在德国定居 而不是别的国家 二 有计划在德国开台湾餐馆吗 很可爱 第一题 德国定居 呃 没有为什么 就 一开始拿到德国的工作机会就来了 其实不是我们选择德国 是德国选择我们 对 就是他得到一个德国的工作啦 我们就来了 就是来了 就这样子 有计划在德国开台湾餐馆吗 没有 因为我们想要把 全柏林最好吃的台湾料理 留在我们自己的家 真的吗 我是讲我煮的啦 不是你 我煮的了 我煮的好吃 你煮也不错啦 最好吃还在我手中出来 大家不要相信他 问小孩最懂 小孩都说我最喜欢吃妈妈煮的 妈妈煮的好好吃 妈妈味 嗯哼 下一题 Sonia Lin 太棒了 恭喜 请问如果外国人想到德国养老退休生活 是允许的吗 嘿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欸 但我跟你讲啊 有钱都可以啦 可能 葡萄牙比较适合 哦 对 如果你想要退休养老 不要来德国去葡萄牙 天气比较好 老了除安才来 应该可能 对这个天气有点 对 适应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 对 嗯 然后 哇 这题好长我直接念 重点 She young you 想知道你老公一开始就有共识要住在国外吗 还是 是因为老公的产业在国外比较有发展性吗 没有 我们结婚的时候完全 完全都 没有想过会在国外生活的舞蹈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离开台湾去国外读书 或者是工作 所以我觉得 已经有 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你有 但我没有 对 但你本来就之前在 在国外住过一小段时间嘛 所以你本来对这个适应方面就比较OK啊 你知道吗 我爸妈为什么会让我嫁给他 因为 他们就想要把女儿留在台湾 那时候我爸妈都非常的担心 然后所以后来我交到这一任的时候 我爸妈都很开心 就对他很满意 就觉得 嗯这样女儿就会留在台湾 欸 殊不知被带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这很难说啦 就是 难说 人生嘛 嗯 然后是因为 你的产业在国外 比较有发展性吗 欸 没有啊 其实台湾也 也很有啊 但只是台湾可能 公司比较长 钱比较少 就这样 对 朱莉中 喜欢你的channel 爱心爱心眼睛 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建议 想要在国外生活的小情侣们 还有 你做家庭主妇 平常的休闲活动是什么 会很无聊吗 你有什么建议要给在国外生活的小情侣们 呃 没有啊 我有什么什么建议 就 我们离小情侣已经有一段年纪了 是不是 呃 什么建议啊 OK 给年轻小情侣的建议就是 不要偷吃啊 就这样好不好 老 老情侣也不要偷吃啊 哈哈哈哈 既然是情侣就 就忠诚一点这样 互相体谅 OK 然后 你做家庭主妇 平常有什么休闲活动吗 会很无聊吗 嗯 嗯 虽然是家庭主妇 但是因为现在 还有同时在经营频道 所以我现在 几乎就是 空闲的时间都在做影片 然后 小孩在家的空闲时间 我们就会 都是全家一起 出游什么的 那我个人还蛮喜欢 缝纫跟摄影 嗯 还有烘焙 烤一些蛋糕 什么饼干的 嗯 你勒你的休闲活动是什么 打篮球啊 对 我喜欢打篮球 打 Patti Lee 两夫妻自我介绍和爱情故事 OK 爱情故事刚刚讲过了 OK 然后在新加坡和德国这几年 学到的体悟是什么 体悟啊 我觉得 想要出国 越年轻越好 欸 这个是我即将要讲 没错 就是我 跟了很多在新加坡 我是在德国 这些 台湾出来的朋友 聊天 然后我自己也有同样的认知 就是 就是趁早 就是 如果你在年轻 更早大学有交换机会 就赶快出去看 把握这个机会 对 你眼界早一点开 你以后看事情 还有你的 就业的规划 你都会 是有更多的想法 以外 我觉得语言学习跟 拓展人脉 还有 就是文化性 都是越年轻 越上手 时间就是本钱啊 对 好 像我也是觉得 我真正离开台湾 回想起来是有点晚 如果能 更早 看到这么好的频道 我早会出去 真的 真的 那 我顺便叫大家订阅 不用啊 记得按赞 好 然后 这个是 这个人的名字 我不会念 应该叫 Pibo Mni Monix 不用命名字了 我想请问 德国餐厅菜都超咸的 你们都怎么在陌生的餐厅点菜 避免采雷 很咸的话 就 就点杯啤酒 就这样啊 对我们最常就是 去餐厅 我们就不看Menu 我们就看的那个Google的其他网友分享的照片 然后哪一个菜看起来 好像蛮符合我们胃口的 我们就 就说 欸我们要照片的这一个菜 这样子 这样可以就是 避免采雷 好 下一题 这个是 Vika Vika的 好棒 超级喜欢你的影片 希望可以继续做下去 请问 决定离开台湾去柏林工作 生活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觉得这个决定很有勇气 然后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 在毕业的朋友要考虑出国工作 但也想说 在台湾有个还不错的工作机会 就没有勇气地时辰了 可能 就是安逸到不想突破了 所以很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其实我们也不是直接来柏林嘛 我们先去新加坡待了快三年 那 我觉得每个人选择不同 有些人 不见得适合出国 那 如果你有出国的想法的话 像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趁早 嗯 我觉得一定要趁早 越年轻越好 有些人觉得 我可能有工作个三四年的经验 在出国 会不会更好 有可能会 但是我还是觉得 即使你都没有任何经验 还是可以出去 就是趁早 当然要放弃的事情很多 每个人有不同的故事跟背景 家庭 为了家庭要留下 有些人为了 不知道什么要留在台湾 那 对啊 越年轻出国 你牵挂也越少了 真的是 对啊 你有了家庭 你要考量的东西又更多了 对 一样还是两次 趁早 对 那那个对于 已经在台湾有不错的工作 要放弃来 国外挑战吗 就看你是什么考量 如果你想说 为了出国 是为了钱更多 其实也不见得会更多 台湾有一些 还是 还可以满高薪的薪水 那我觉得主要就是 是需要你自己去当地体验 一段时间后 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有些人适应不良嘛 有些人很开心 所以做什么决定 还是需要一些勇气 没有错 对啦 就是勇敢的走出去 好 然后下一题是 Hitley 我不会念这个名字 OK 如何认识交往到结婚的 因为是理工男 所以比较好奇 重点不在理工男 重点在于你好不好笑 幽默啦 幽默的啦 幽默的 还有脸蛋 你看他这个颜值 能结不到婚吗 感谢我爸妈了好不好 用三个形容词 来形容玻璃 绝对有自由 肮脏 别有洞天 充满惊喜 充满惊喜 我觉得是随心所欲 国际化 然后很有趣 我觉得柏林是一个 永远不会无聊的城市 对 不会无聊 下一题 这个是Lin Wei 问的 听说IT 网页开发等相关城市语言的行业 在德国很夯 请问是真的如此吗 去柏林容易找到这类的工作吗 这就给你回答 两个都是试的 网页开发 还是手机APP开发 其实都是蛮缺人的 如果你找到 其实签证 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 是很缺人的 好不好找 就看你够不够强 诶 言下之意是 我很强 OK 下一题 这一题是 賴冠维先生所问的 他说 恭喜 请问德国有吃地瓜叶吗 能买到吗 不可爱 德国 超市是没有卖的 但是你真的很想吃 你买得到地瓜 你可以自己种 对啊 超市跟亚超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 一包的那种大地瓜叶在卖 但是地瓜很容易买得到 也许你自己种 就有叶子长出来 对 OK 这题是Future Navel 问的 想问我们的星座 金牛双鱼 感觉不是很大的星座 因为土象跟水象好像 水跟土不是可以交融在一起 总而言之 他就是非常的理工男嘛 我就非常的感性 好像跟星座真的有一点关系 你就是非常的务实 我是 我是 人血 没有 不是讲人血 就是 他看电影从来都没有哭过 不管那个电影的剧情有多可怜 谁死了 他都不会哭 因为他都会觉得 就是电影而已啊 就怎么哭 然后我常常就是 我是连那种听音乐 我自己坐在那边听音乐 我都会被那个旋律感动的 落泪的那种 对我们完全天差地远的人 个性 对 下一集 这个是Hans问的问题 在德国如何认识当地的德国朋友 怎么跨出那一步去认识他们 有因为误解德文而闹出笑话吗 我的德国朋友呢 很幸运的是 我有孩子出去先帮我们打头证 我的德国的朋友 几乎都是我孩子们的好朋友的家长 对 然后就是因为小孩都是好朋友 就常常约出去就是一起玩 或者是办party会互相邀请 然后或者互相帮忙接送小孩 然后就慢慢的建立这个友谊这样子 对 还好小孩的就是交友方面 还蛮不用我们担心的 对 那我觉得跟德国人交朋友 有一个建议是不要 不要就是太急没弄眼 就是不要 因为像美式就是 你第一天见面就好像跟对方很熟很热络 嗨 我觉得你的衣服好漂亮 你怎么样 你太太热络太活泼 对方反而会觉得怪怪 会跟你保持聚 我觉得就是要慢慢 就是他们比较慢热 需要花时间慢慢的经营 有德国人很慢热 但是你慢慢建立起关系 你会觉得他是真的可以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他们是真的很诚心诚意的在跟你做朋友 不是那种 你现在是在奉势美国吗 没有 就不要太浮夸 就是跟他们交友 就是讲话不要太浮夸 下一个 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问的 会一辈子待在德国吗 德国有什么 吸引你们定居的地方 不知道会不会一辈子 即使我们买了房子 也没有确定就是一辈子 对 那 那 当短时间我们还会继续待着 未来怎么样 不知道 我觉得 聪明的人是善变的 就是你的整个适应力 还有移动力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其实是要 要很足够的 所以你善变吗 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 我不确定会不会永远待在德国 所以 不知道 德国有什么吸引你定居的地方吗 我觉得我就喜欢欧洲 那 有一定要德国吗 其实没有一定 然后下一题 Future Neffo 又问第二题 德国福利好 会不会想再生一个 好问题 我们 有想过 没错 对 我们也很爱小孩 也很 愿意花时间陪小孩 也不是经济的问题 就是 一切以现实为考量 我觉得一台 车子 其实坐四个人刚刚好 一张桌子 不管是方桌 圆桌 常常都设计给四个人 所以 一切都是以 这个方向在考量 理工人哪 不在于我们 我们是很喜欢小孩的 要多养一个 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就只是 就是 太急了 不然我们常常在路上 看到小baby 都会觉得好可爱喔 好想再生一个喔 所以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再生 Melody 有了有了 想要知道你们 怎么过圣诞节 还没有计划 有想要去 中亚里 别的国家 或别的城市都有可能 但是 不知道也许 也许 也许留在玻璃 我想要去温暖的地方 阳光充足的地方 好 下一集 Alice 包 我来了 一想要问和老公怎么认识的 那这样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然后和老公差几岁 我差几岁要讲吗 我们差几岁啊 小朋友的德语和中文哪个比较好 两个说应该都一样好 嗯 那当然 德文的写跟读是比较简单的 德文字母至少都认得 但是中文现在Burplem还在 最困难的阶段 对 对 还很很努力在学Burplem当中 所以我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做行销企划的 好 下一题 异口同声又来了的问题 很喜欢德国的游戏场 上次也看到你带 你介绍公务改造城的游戏场 可以许愿介绍您 会带孩子去玩的工人吗 谢谢您 德国的确非常多很酷的游戏场 耶 对 但我们最常去的就是 我们家附近那几个 他未必是最酷最好 但就是最方便而已 对 游戏场通常会拍到很多小朋友 这是有点 在德国有点不太方便 对 这是一个原因 德国对那个肖像权 尤其是儿童肖像权 就是很重视 所以我们也不太方便去那个 公园拍 除非是那种一大清早或半夜 没有小孩的时候 会考虑这主题 OK 下一题 请问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很适合你 很有气质 谢谢 然后在德国出版台湾绘本这一集中的衣服穿搭 想要问这套 我想一下 那一集的上衣是一个牌子叫做 荔枝荔枝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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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想一下 我回去要再看一下那个影片 然后我会把 那个衣服荔枝放在资讯栏里面 OK 下一题 这一题是 洪亦轩 想要问买房子的更新进度 就大概在两年会完成这样 对现在也是一个工地 所以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以拍一下 不是新家开箱 因为可能有些饮食 但可以拍一下我们旧家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拍一下我们 旧家的导演 旧家的样子 好下一个是 Joyuan 我想问关于儿童房的布置 诶这是你朋友诶 呃 小姐 OK Joyuan小姐 想问关于儿童房的布置 或是儿童家具玩具的推荐 最近在物色儿童绘本的书架 想要找像你影片中的那个 可以展示书面 书本正面且设计简洁的 不知道你是否推荐你在影片背景出现的那个书架 OK 嗯 那个是在Amazon买的 然后 我也不知道品牌 但我会把连结也放在那个资讯区 但我不确定在台湾 他住在台湾吗 诶 没有住在 艾尔兰 艾尔兰 不是艾尔兰 那个 苏格兰 在欧洲嘛 苏格兰对 那欧洲你应该买得到 我会把连结分享给你 OK 嗯 好 这个要匿名 因为他是私讯我的 所以我就不讲名字了 你好 我想要在你的QA发问 想请问德国长期生活之后 是否会有和家人朋友无法见面的担忧 请问要怎么解决 然后因为我也想去德国工作 但是我放不下家人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嗯 我觉得很好的问题 每个不同的故事 有人放不下家人 有人放不下地瓜叶 那 我觉得 再来这个AR的时代要来 所以 可以去戴眼镜 家人坐在你旁边 对不对 有可能这样 对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 出门这样 其实你跟家人也是 可以常常事序 除非你一定需要肢体接触 其实世界很大 但是再怎么样远 其实飞机一天都到了聊 对不对 对啊 如果你家人还健康情况下 嗯 其实你可以计划出去两三年 嗯 看自己体验如何 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对啊 我觉得这样 那朋友 其实我真正好的朋友 也在世界各处啊 对啊 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感情 当然你的联系的频率 会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密切 但是如果你们有一定的 就是友情基础的话 不会因为距离 就变淡了 好吗 加油 下一个也是私信给我的 超喜欢你的分享 觉得影片很有质感 想知道你本来的工作是什么 才会这么有美感 我刚刚有回答过啦 我原本的工作就是行销企划 OK 这样地瓜叶啦 不是 这边也有一个私讯问我 小叮当先生 想请问你跟三立有个主播 是不是姐妹 狗狗OK 不是 再来 看一下还有什么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这些就是 差不多是全部的问题 应该 应该都有回答到了 对啊 因为问的人也不多啦 好然后很开心 这个频道 订阅次数破万了 希望这集都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然后如果有一些你想知道 但我们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累积到 下一次在破两万的时候 再做一次QA 下次见 CiaoCiao Bye